蒜片放進油鍋爆香 再加進酒餐塔 冬子 蹄魚 還有義大利麵等的食材 淋上兩大匙橄欖油一起拌炒 整個過程看不到一絲油煙 因為主廚採用的油品很講究 純的橄欖油發煙點有到200度以上 不純的才會發煙點輕 對冒煙點斤斤計較 主廚表示越好的油品 冒煙點溫度越高 像是用來料理這道蒜香石酥 義大利麵的純橄欖油 適合清炒和中高溫烹調 但你知道橄欖油 還可以加進甜點之中嗎 香草冰淇淋搭配巴薩米克醋 盤子裡再淋上 特級冷壓橄欖油點綴 清新酸甜的滋味讓人近乎連連 加了油之後的話 它的冰淇淋裡面 多添加了那種果香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然後但是又感覺很搭 品游士表示市面上的橄欖油 大致可分為冷壓橄欖油 純橄欖油 以及橄欖薄油等三種 每種都有適合搭配的料理 好的橄欖油 除了有果香味 和喝起來有苦辣感 另外從外觀也能辨別 如果橄欖油能藏兩天 呈現凝固狀態 就表示是純的橄欖油 如果外觀清澈透明 則可能調和沙拉油 或其他植物油 只要缺苦味 辣味 果香味 其中一個味道 只要缺一 它就不能當特級冷壓橄欖油銷售 食安風暴之後 不少民眾吃美食之餘 也重視食材和調味料 餐廳業者就把原本 只是配角的橄欖油 變成主角 還請來品游師作證 交消費者吃健康也吃安心 記者陳生意陳招呼高雄報導